Leo聊世紀 天天都不幸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四點鐘方向的Ryuri 這個天才少年 那他再次選擇到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這次的改版影響是非常大的 他是非常 呃...砍了一大刀了 這個寶兵莫拉斯帕呢 直接砍了10滴血 讓喬治亞人的後期壓制力沒有那麼強 但是攻擊力依舊是很強大的 所以喬治亞人依舊還是可以打這個抱團戰術 但是血量一旦變少 生存能力下降 自然輸出就會變少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所以砍血量這件事情 是比砍傷害還要更嚴重的一件事情 我是覺得砍的方向蠻正確的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開局時會有這個羅車免費的一台 那這個羅車呢 是沒有辦法 去讓他找到這個馴服的動物 像是綿羊啊 這種都沒有辦法 但是也就意味著呢 開局就省100木頭了 所以喬治亞人呢 他的打法會比較前期輕鬆一點 那中後期的經濟加成呢 要靠自己的強化教堂 這個9格內的資源 村民呢 都可以增加10%的工作效率 整體來說 喬治亞人是可以打馬弓 也可以打騎士 大洛馬的路線 槍兵路線 劍勇也都可以 後期遇到步兵 也可以轉火槍 整體來說 轉兵來說是很舒服的 問題是沒有強弩而已 但這也不是太大問題 那馬弓路線的話 則是沒有拇指環 射數會稍微稍差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是路易斯 選擇到了印度斯坦人 那印度斯坦人的特色呢 是村民實在是有夠便宜 而且他的黃金兵種是關鍵單位 地獄國所有攻速加成火槍 並有金罐印度火槍 可以增加射程 那他的寶兵古拉姆呢 打工兵單位非常透 遠方很高 有點像是哥德維隊的單位 但是整體來說 印度斯坦還是比較需要吃黃金 才可以打出優勢來 所以這個銀罐呢 大幹道 什麼時候點 也是會變得比較關鍵一點的一件事情 然後有黃金 印度斯坦就會很好打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 目前看起來 路易斯上面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下面有一塊黃金 黃金的位置 都是比較處於一個微妙的 這個位置 這個主經呢 雖然是在家裡沒錯 但是這個要怎麼守呢 往外圍的話 這邊是高地 可能如果往外圍的話 還可以當作高地優勢防守 如果右邊不往外圍的話 可能就要插劍塔 但往外圍的話 就意味著要花更多的資源 去把右邊給圍死了 那左邊這邊也是 這個黃金在前面就算了 但還好這塊黃金在後面 這裡大會城堡 算也可以開TC 問題不大 那問題還是在這個金礦 跟右邊這個地方要怎麼圍啊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 天才少年 看一下黃金的位置啊 黃金位置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果子也在後面 開局相當舒服啊 那獅頭在前面 但應該問題不大 這個前面也可以圍好圍滿了 那右邊的話 看要不要直接圍到底 或是直接插寶防守 或是插劍塔防守 也都可以考慮 整體來說 這個地圖比路易斯好很多 好 那現在少年的封建師帶上去 按了3隻肉碼 3加1 總共4隻肉碼了 已經在路易斯家裡開始繞了 路易斯則是打了一個經濟型的開局 一濃一目 馬上就補下了 好 槍兵再度戳到林下 哇靠這個槍兵戳了3槍 太漂亮了吧 路易斯 路易斯的槍兵控得很好啊 這個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看到一隻槍兵直接把這些肉碼打殘了 但還好 喬治亞人是一個肉碼 騎兵可以自動回血的文明啊 雖然封建時代回的不夠快 但是時間一拉草 這個血量也是 不小補啊 只能說 喬治亞人在前面 很強勢的地方 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 肉碼會自動回血 好 那可以看到這邊 殘血的肉碼活了下來 這個血量還是繼續往上拉 又可以多扛 多扛一刀的肉碼傷害 這個差別就很大了 所以喬治亞人 這邊 砍這個血量 這個怎麼直接撞到臉上去了呢 呵 兩隻肉碼被槍兵給戳掉了 好 所以現在喬治亞人 莫娜絲怕血量減10滴血 好 再用上這個回血效果 可能就沒有這麼強大了 好 這裡被抓掉了一村 兩邊都是一個一換一 少年 跟路易斯 就有來遊王 好 轉出了槍兵 轉出了弓兵 將弓兵出來 就可以不用繼續按肉碼 先按個槍兵 跟弓兵就行 槍兵的話 現在肉碼比較少 就不用按了 那接下來 要按的就是 瘋狂弓兵一直按 那搭配身到城堡時代 喬治亞就可以直接 弓轉騎士 這個標準的 阿拉伯的 弓兵轉騎士的打法 好 兩隻肉碼走進來 並沒有看到 奇怪的東西 村民被打了一下 後面這隻村民可能會被抓 槍兵過來防守 沒問題 森保時代點下了 現在右邊果然為死了 這個 不為死真的好像沒辦法打 好 左右兩邊都是一個大爆圍 路易斯為了維加 時代稍微有點落後了 那現在目前 大家以前都說 維加傷經濟 但是現在 我覺得對於現在的新手來說 你紐約傷經濟 也不要讓自己經濟 沒有維好 然後讓這房子溜進來 經濟爆炸 所以我覺得 先不要 先無視 先無視 這個 維加傷經濟的事情 可以像學的這些職業選手 先把家裡給維好 再來去想辦法 去轉兵 控兵 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我發現新手的 封建時代的爆炸率 超級高 那會爆炸的原因 十字八九就是因為沒有維好 沒有把這個家裡給維死 那不管怎麼樣維 如果能把自己家裡給維死 所以要花很多資源 也是得維 不要因為覺得地圖很難維 就不維了 這個想法是最危險的一件事情 好 那現在 喬治亞二級射 奴兵都點下去了 好 路易斯點下二級射 戰毛兵跟平榮 走了一個 騎兵升級路線 還轉著戰毛兵 防守奴兵 喬治亞 果然是走了一個 弓兵 配騎士 按了一隻馬 這是按心酸的嗎 有可能是按錯的 好 那這邊騷擾 應該沒問題 戰毛兵升級之後 就能壓制回去 好 有戰毛兵了 家裡補了三TC 那路易斯則是雙TC 好 這邊駱駝過來 供兵點了一下 戰毛兵 努力點後發的供兵 但是供兵數量沒有減少太多 往前點 開始點供兵 供兵數量剩下三隻 還有一隻馬弓 再換掉了一隻 殘血的再換掉 供兵全部倒地 現在喬治亞 看到供兵全倒 轉出了馬弓 落頭部分則是 把騎士打到頭獲血 但是這個騎士最後活了下來 最後用戰毛兵給拿下 OK 路易斯這邊打得還不錯 細節目前都還是有拉好拉滿 好 3TC 開始農了 先把這邊的 木頭 拿去投資農田身上 待會再繼續轉馬弓 好 那現在少年是走了 雙射箭廠走馬弓 這個就是 邊農邊 邊打邊農的時候 雙射箭廠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這個產能數量 那當然你3TC穩定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補射箭廠 三個射箭廠就去出馬弓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現在 弩炮改版 所有的弩炮都獲得彈道水的效果 路易斯這邊防守 也可以依賴弩炮去做反擊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這幾天來 我們看到 VIPER一直在玩弩炮 那個弩炮一直玩一直爽 每一把也不知道每一把 有好幾把 我看到的就是 弩炮 一直在出來 那 VIPER真的是把天梯當作 這個 練習場 招式練習場 輸贏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要 練一下 這個 弩炮 到底 能不能實戰用 但弩炮的問題 就是被 很怕這個投石車的關係 所以 所以 弩炮戰術 我覺得 可能還是 沒有這麼的有用 遇到投石車 還是得要撤退 好 那現在 喬治亞人 後面補了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高地補了投石車 而不是選擇了 弩炮 好 家裡這個洞 有點被打破了 路易斯的騷擾來了 這裡可以抓個一村嗎 沒有彈道學 打不到 好 走過來 戰馬兵打了一下 好 沒有打出到深入 這裡補了幾隻騎士 好 戰馬兵往前 點掉了一隻馬公 剛好彈道學及時好 OK 那現在馬公 暫時不要出去 先趕快補村民 4TC 繼續按 現在經濟非常好 好 村民處 現在是76村 對上路易斯的64村 兩邊村民處 差距約為12村 好 頭車砸一發 駱駝上來 想要硬拆 但是這個頭車應該是守不住 頭車臨死之前 沒有再回頭砸下 有點可惜 最後被卡死了 好 頭車的第二台要出來了 還有 20% 路易斯應該有看到 這兩隻村民想要硬吃 有機會嗎 好 剛剛看到插旗了 然後插旗往後拉 好 畫面的肉馬繼續站崗 這裡有補強花教堂 唉唷 少年這邊好像忘記喬治亞的強花教堂的優點 可以加速產能 好 這裡馬公繼續補 產能不重要 先把這個馬公穩定起來再說 天下少年點下了手推車 現在來到30秒就可以點好 騎士只按了一隻 路易斯很好奇你到底裡面藏了幾隻騎士 其實沒藏幾隻 他真的是在爆村民 臭民樹已經來到了92村了 OK 臭民差距來到了20村的差距了 現在路易斯點下了二級法木 跟三級的 手推車 這個不是三級 是一般是300塊的手推車 好 石頭也補下了 現在兩邊打的比較偏經濟 不會有太大規模的打鬥才是 好 城堡蓋好 現在喬治亞 準備要來升帝王嗎 腳要走 木拿斯帕馬按了一隻 先升帝王吧 這個資源量不升帝王 我覺得有點可惜 好 路易斯已經率先點下帝王時代 兩邊的時代差距大概差了20村 那時間上方面應該是會差個1分鐘左右 甚至30秒 OK 大概1分鐘左右 沒有錯 35秒或40秒左右的時間而已 OK 那這樣對於少女來說 不會是太大的壓力 這個時間點只差到不到1分鐘 而且 村民樹現在是領先非常多 支援量也已經領先了1000支援了 兩邊打的就是一個後期 前面都沒在跟你認真開戰 小打小鬧 但是後期肯定是要大打出手的 好 走車拍一下 兩隻勝旅招翔 招到了一隻馬弓 OK 走推車 點完之後二級農田也補下了 現在路易斯點下了大幹道 哇 一點帝王就點大幹道 好 馬弓 加上 莫娜斯帕直接控住了主金的黃金 這裡是有洞溜進來啊 哇 這一波有點虧 路易斯突然家裡爆炸 弱出來就外面遊蕩 第一時間沒辦法回救 莫娜斯帕血量是90滴血 OK 點完拼鬥是90滴 精銳的話 好像是 欸 是95滴血嗎 還是100滴呢 這次改版有點忘記他的 正確血量是多少 我平常很少玩喬治亞 有點喬治亞太強了 我是那種 越強文明我就越不喜歡玩 反骨 反骨 反骨型玩家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 待會不會升精銳了 好 敲治亞點下了重裝馬弓 三級馬卡也點了 合一個馬弓路線 那 路易斯這邊 要打這個組合 最好的辦法就是 直接全出駱駝 A就完事 A不贏的話 就可能就要轉火槍了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路易斯要不要轉火槍呢 其實印度斯坦並沒有大槍兵 只有槍兵可以升級 重裝長槍兵 打起來可能會很劣勢 好 帝王駱駝 找個機會升級 會更好 好 路易斯 現在點下了二攻 喬治亞這邊點下了彈道血 好 會自己該補的都補了 重裝馬弓也提升上去 好 怕血也點了 看來是想要走火槍哦 好 現在喬治亞 大軍來了 30隻的重裝馬弓 21隻的莫娜斯塔 現在傷害4 果然是來到了100滴血 沒錯 還以為我記錯了 現在精銳版本 是100滴血而已哦 OK 衝進來 駱駝在裡面等 血量差距40滴 這邊駱駝應該是140吧 對 140 沒錯 差距40滴血量就差很多囉 路易斯勝利點下了 帝王駱駝 現在在等升級 三攻還沒有補下 但是這個城鎮中心 快被手撕掉了 精銳莫娜斯塔 開始狂修 好 修修修修 但是重裝駱駝上來 對著 莫娜斯塔一陣輸出 拉弓稍微往後拉扯 但是駱駝的速度很快 包直接秒殺了這邊 莫娜斯塔的數量 但莫娜斯塔後面數量其實不夠 駱駝有點快要擋不住 在一波莫娜斯塔成功擊殺掉了大量的駱駝 但是駱駝最後還是以自己的反 反馬優勢的傷害 打敗了大量的莫娜斯塔跟馬公 正面部分兩邊巨型頭司機正在開拆 好 現在要小心了 這兩台巨頭不要被打到才行 好 少年這邊點下了凍裝長槍兵 想要來戳駱駝了 注意到駱駝的文明 喬治亞或是法蘭克這類的文明 一定要轉槍兵了 槍兵已經慢慢升級 甚至補了一些馬公去防守 進入到了城堡四層範圍內 帝王駱駝 趕快拉掉 三弓點下 現在印度斯坦 三弓三防帝王駱駝全來了 血量160滴血 要打正面的話 路易斯應該是不會太輸 就看要不要認真打 這邊先硬在右邊的 帝王駱駝的量有點殘掉了 好 左邊巨型頭司機還在攻城 打到了這邊巨型頭司機 但是少年 務易斯第一時間把 巨型頭司機的血量給拉了起來 少年這一波馬公數量剩下幾隻 但是帝王駱駝的數量更少 這邊馬公又回到20隻的數量了 好 再拿這邊上前 擋下 巨王駱駝 OK 這裡莫拉斯塔 成功拿下一台巨型頭司機 現在巨型頭司機兩邊在互打 有沒有可能駱駝直接上前輸出拿掉呢 好 到這裡點下了二級的封兵鎧 來一下 這個城堡要小心囉 後面有在補巨頭嗎 先三巨頭囉 三巨頭來 城堡至少要15個 還不夠 可能20隻村民喔 才有可能修的回來 當然還好喬治亞這邊 在高地處的城堡 有這個減上效果 而且修城堡的價格 更便宜喔 所以喬治亞現在 防守問題應該不大 問題是要怎麼打贏 正面大量的駱駝呢 可能還是得靠這個槍兵喔 去做我防守齁 好 西蘭莫拉斯帕多獻騷擾 開始抓到路易斯的一些村民 好 正面城堡終於拿下 路易斯果然功成全功 然後這樣現在經濟加力有點炸裂 黃金量其實不夠太多 好 西蘭莫拉斯帕也點下了精銳 重裝馬功也升級好 好 這邊怎麼是用馬功 去扛帝王駱駝的傷害呢 這個一扛 直接把自己的馬功給扛到沒了 剩下十一隻的數量 帝王駱駝這一波 換得很舒服 好 路易斯現在有黃金的話 他就有機會直接帶走 少年了 這邊看路易斯要不要繼續抱駱駝 有 有的繼續抱喔 三台巨頭司繼續往前推進 好 這次改版 很明顯 喬治亞沒有像以前這麼強勢了 至少遇到駱駝還是被壓回去的機率比較高 好 城堡拿上 好 帝王駱駝可以開始往前 好 路易斯點下了三個幾射 還有二十秒的時間 這一波帝王駱駝可能要一波帶走 天才少年 路易斯的帝洛很強 怎麼輸 路易斯開始往右移 但這邊的莫拉斯帕已經全面倒地 哇 帝王駱駝好高 天才少年大家出了句句 我們恭喜 路易斯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出了一百二十八隻的莫拉斯帕 對上一百四十七隻的帝王駱駝 結局呢 果然是路易斯的駱駝拿下比賽的勝利喔 最後一波 喬治亞這裡沒有即時轉出槍兵喔 槍兵雖然是鬧了重裝長槍兵 但是沒有辦法即時轉出大量軍營 路易斯倒到了一波很好的一波會戰的機會 直接帶走了少年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集完 後期的影片 下集大片 甚至幾位 我們下集大片